金饭碗人人称献 但他不顾情有反对辞掉 开面包店 对面包有一种莫名的热衷 刚出炉的面包让他感到幸福 也认为学的一技在身才有保障 没想到便才开半年 抵押房子的五百万 几乎划光 心灰意冷想放弃 无意间他从台湾农民身上找到希望 把艾文芒果大甲芋头等在地食材 融入牛軋糖 成功打进日韩市场 还在大陆卖出三亿的好成绩 一块块乳白色牛軋糖 满满坚果 加上浓浓奶香 有点黏又不会太黏 很多人就爱这一味 不过牛軋糖不稀奇这一颗可是红到禁军美国日韩等十二个国家 在中国电商平台更曾经创下年营业额台币三亿的好成绩 本来一般人都用花生嘛 那我们就舍弃花生因为它会有黄极毒素的问题 或者放酒会有油耗味 那我们就用比较健康的杏仁 传统花生改成杏仁 做出这牛軋糖的中根红 原本其实是四个银行公务员 进入厂房之前全身从头到脚包紧紧 因为对品质很讲究 制作时还得先通过层层关卡 什么原因让中根红放着安稳的公务员不做来创业 应该算是一个中年危机吧 这原来的工作会有一些危机 然后就想要学一个技术 我就在思考如果我学了一个手艺是可以更为被子 其实我老了 还是可以靠这个生活的话 那个应该会比较实际 在炉子上沸腾的一锅锅糖浆正是牛軋糖基地 糖浆里面就有麦芽糖 砂糖 海藻糖云盐 直到含水量是我们要的比例 就怕中年失业让中根红决定主动出击 学习西点烘焙当一技之长 因为小时候家境也不是很好 我觉得妈妈就很能干 什么都会做 什么都可以做 我印象中既然妈妈还会用大同电锅蒸蛋糕 可能都被妈妈宠坏了 我一开始因为是喜欢吃面包 喜欢吃蛋糕 所以我就开了一个面包店 能够借的 能够贷款的 我就把它凑 凑一凑 总共五百万去创业 糖浆和蛋白均匀混合 搅拌成绵密蓬松的蛋白糖 吃起来会咕咕的 还那么就是我们要的一个口感 凑了五百万开店 第一个月尝到甜头 生意不错 没想到第二个月就开始赔钱 可能管理不善吧 那时候我因为不是这个行业出身了 那每个月都要亏至少二十万 人家亏亏亏亏 所以我做了半年吧 就把那五百万亏到就只剩九万多块了 然后铁盘就放下来 当时我知道户头只剩下九万块钱的时候 我整个人呆掉 而且我是崩溃大哭的 我那时候心里面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 他心里面的煎熬 他把工作辞了其实没有退路 那我很担心 中年转行雇住一直 房子车子通通拿去抵押 只是开店才短短半年 生意就面临倒闭 毕生继续陪光光 不巧又碰上过年 钟跟红的人生仿佛跌入谷底 那一个过年对我们两夫妻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煎熬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 我们自己失败的一个原因 我想说我这辈子应该已经玩完了 那应该我该经历的也经历过了 最后朋友就问我说 还想不想再试 我说我当然想 因为我已经没有机会 因为我所有钱都没来 差点就要想不开 好在有烘焙同意 伸出援手 邋遢一把 所以他帮我介绍新年师傅 就是我现在的厂长 所以那时候就是 凑了这四个人 然后第二个月就开始赚钱 那有赚钱 有看到钱 就觉得有希望 东山再起没有退路 为了开拓更多订单 过去都做办公室的钟跟红 送货采买 样样自己来 天天在外奔波一个人得当好几个人用 可能因为常常要扛很重的东西 我说就自己扛 那有时候扛一边肩膀不够 是两边那样扛 所以就把可能是压坏了哪里 所以我现在有气凶的问题 那时候其实是累你也不敢吭声 自己选择的 在银行做得好好 自己要创业 那你也不敢对任何人讲 你就只能咬着牙齿过去吗 以前就是在创业的时候 然后有些事情他其实不会跟我讲 他可能受伤啦 或者是说他心里会受委屈 那我会很心疼 有时候我会跟老天爷讲说 我希望他身体能够好一些 对 然后我压力不要这么大 但是他做这些事情他很开心 对 但他每次一碰到要研发什么产品 他的眼睛就亮了 有这个热情才能够燃烧 他很多很多他的一些坚持 还有一些的理念 因为太太始终在背后支持鼓励 钟更红才有坚持的力量 而当初会开始研发牛高糖 是为了年节应景 稍微做了几包就在门市摆应景一下 就没想到当天就卖光了 只花了两周吧 就做了两千台鸡 发辣芋头 杏仁 蛋白糖 统统趁热搅和在一起 芋笼果农化不开 成了甜蜜蜜的牛嘎糖 其他的铜链打的都是 澳洲纽西兰的食材 法国的食材 那我们的主角反而是台湾 烘焙这个行业 其实基本上它是稀释的 食材几乎90%以上是用进口的 后来就决定用我比较感兴趣的 就是台湾的食材 然后融入到这种西式的烘焙食品里 香香一颗糖 融入芋头 芒果等各种台湾食材 就是牛嘎糖超人气的秘密 也因为这与众不同的特色 才让夫妻俩有机会熬出头 我们都说我们用一颗糖 跟世界交朋友 因为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来到台湾 但是他透过我们的产品 可以认识台湾这个宝岛 这是我一直的希望 为了寻找适合加入烘焙的台湾农产品 钟跟宏自己开着车 全台走透透 一年大概环岛这种行程大概可以跑六次 在全盛时期的时候 对 我手都晒伤了 开车晒太阳晒到皮肤都发炎了 之前这边是白的 然后这边是黑的 而且很明显差异很大 你直接去买其实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而且比较省事 可是对我们来说 我觉得眼见为平 然后能够了解它从 它在生长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然后它是怎么样的栽种的一个方式 我们其实会对这个产品 会更加的标准 来自新竹的饰饼 舔入豆腺和麻糬 变身冰冰凉凉的独创点心 连欧式乳酪塔 都能结合台湾的爱稳芒果 迸出截然不同的新滋味 好不容易做出口碑 五年前钟跟宏又决定 砍掉重裂 尝试转型 我要把面包蛋糕退居成第二线 把年节的商品把它转成主力商品 全部销翻掉 因为无前例可循 面包店没有人这样做过 刚开始做了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沙茶哥做 刚开始它的营业额就很少 一个月也就几万块 然后变是几万 几十万 一两百万 一年之后吧 我就宣布说我们想要搬到工业区去 成立正式的食品工厂 做太太的不担心 我觉得这是骗人的 但因为他已经决定要走这条路了 你与其担心 因为你不做你永远不知道 他的未来的路是怎么样 那我不想让他心中有这样一个遗憾 所以我就是全力支持他 父亲俩一路走来的辛苦和努力 得到回报 不只靠着一颗颗牛嘎糖 成功打进中国市场 还曾经受马云邀请 代表台湾领奖 全世界只有八个名额 我是台湾唯一的代表 他告诉我说 因为他觉得我们的品牌 非常能够代表台湾的一个精神 而且他觉得是 我们是非常良善 而且是非常值得年轻人 就是激励的一个品牌 真的觉得很佩服他 我们其实这一路上来 今年要第十二年 我们遇到的问题天天都有 我也会有自己承受不住的时候 但是因为有他的肩膀 让我觉得两个人坚持走下去 我们做对的事情 所以让你再学一次 我不干了 对的 我在银行就好了 为什么 那个过程不要再来第二次 我应该也承受不了 你不只是身体很苦 你的心理压力很大 因为我经历那个三重水沁 周转不过来那段日子 那个实在是很难熬的 原本是门外汉的钟庚红 从小小的面包店起家 拔来一次欧美的牛嘎糖 包进台湾的好滋味 成功站上世界舞台 成为烘焙界的另类传奇 稍后来看另外一个传奇 一位皮素家 独特的写实风格 开启皮革艺术新视野 连比尔盖茨也赞叹他工艺进展 一个人能够从事 自己有兴趣的工作 是一种幸运 但如果能够只做自想 做的事是一种享受 那我觉得说 艺术应该是我真正 想要做的兴趣 所以后来才会去走 皮革艺术这条路